大家好朋友们晚上18点50分了 我们这的天基本上黑透了 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 现在现在的人我只能说是禽兽畜生啊 大方得敌啊 也知道入销水锁啊 这也太多分了 这个事发生在江苏盐城五州国际宴会厌厅 在这个婚礼上 这个公公啊喝多了 在儿子的婚礼上抢吻儿媳妇 也就是他的也就是新娘子啊 大家看到那画面了吧 他拉着人家就抢吻啊 那个结果儿子急了 打了老子 把他爹给打了 确实过分确实过分 然后娘家人也打了老子 然后新娘子被女方给带回家了啊 这个有人评价说姑娘别嫁了 谁知道公公以后还会不会这样 这不就是畜生吗 禽兽吗 是吧 就很过分 很过分 就是个流氓吧 臭流氓啊 就类似的事最近发生了不少 这个笔电还严重有的 前一段那个山东吧 是围方是资博呀 反正大概这两个地方之一吧 在一个卖办公设备的吧 什么复印机打印机的一个公司的门口 有一个小伙子拉了一个横幅 说从此我没有父亲 你也没有这儿子 就是呢 这家呢 他说的就是他爹 他们家有点钱 然后他爹呢也办的加拿大投资移民吧 然后带着自己的老伴 然后还有儿媳妇 还有儿媳妇生的孩子 然后在加拿大生活 当然了 他这边的公司有人帮他打理 他儿子不知道为什么没去加拿大 留在了山东资博或者围方 结果后来发现他爸和这个儿媳妇 发生了就非常过分的事情啊 这个后来网上还有视频 还有视频啊 就得不知道谁拍下来的 反正就他们家吧 可能有监控探头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公公 就是对那儿媳妇上下起手吧 然后各种的非常过分的啊 那种举动如果是夫妻没问题 但是那是你儿媳妇啊 这个媳妇前面加个儿子 那是你儿子的媳妇 对吧 这个台湾哈 如果在台湾管儿媳妇就叫媳妇 这是我媳妇 就是我的儿媳妇啊 但是无论叫什么 那都差着倍呢 那是你儿子的合法配偶 然后呢 看起来那个画面上 这儿媳妇跟这公公 俩人不是一次两次了 很默契 然后呢 俩人就离开客厅了 前后脚 应该就奔了卧室了 啊 这是一个事 还有 应该是三四年前了 辽宁省 辽宁某一个地级市的公安局的副局长吧 啊 或者是局长这样的 反正公安局的头 他 举报自己的父亲 当然他的父亲 可不是一个农村的老农民 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下岗或者退休的职工 他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大脑袋 一个大官 大头啊 是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 可能是个厅级干部 然后 他父亲做的事呢 比山东这个还过分 就是他父亲呢 有一个情人 就是小三 然后呢 可能甩不掉了 或者说想掩人耳目 于是呢 就以介绍对象的名义 把他这小三塞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这儿子不知道是怕他爹 还是有求于他爹 还是傻 还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 按说当警察的 又在公安局当个副局长局长呢 你傻吗 不清楚 这个真正的内情啊 我们只是看到一些文字或者图片 然后就娶了这女的了 娶了这女的过了一段时间怀孕了 还生了一个孩子 好像生个女儿 结果后来这个局长就发现 这孩子怎么也不像自己 后来偷摸了吧 就做了一个亲子鉴定 后来他发现 自己的这个女人 自己的老婆跟自己的爹 感情是老情人 老相好 东北话叫老铁 那孩子实际上 论起来应该叫应该不跟他叫爹 应该叫他哥 那是他的老婆跟自己的爹生的孩子 所以你说现在这些畜生啊 这些的太多太多了 是吧 中国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中梁不正倒下来 你看看什么赖小民一百多个老婆 是吧 情人 当然有人说这一百多个替别人带池的 不管是不是带池的啊 前些年还有什么海南省纺织厅的厅长 什么河南省交通厅的厅长 什么甘肃省的女副市长 然后睡了四十多个男人 逐步获得提拔 湖南的叫蒋燕萍的女贪官 也是从一个仓库保管员 然后一步一步的就也是跟男的睡 睡上来的 是吧 这样的例子很多 包括北京的啊 这个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女贪官啊 包括深圳的公安局的一个女的啊 包括重庆市公安局的那个叫陈光明的吧 刑警总队的 包括辽宁安山还是府顺的女的那个地税 还是国税的局长 这种事太多了 现在就是全色交易太多了 当然我又扯到官员那去了哈 我对官员真是痛恨哈 但你就说这件事是吧 这个就民间也一样 不管这个人是个什么身份 他这公公 你这也太过火了吧 你喝了酒酒后乱性 你这什么意思 对吧 人家说朋友妻不可妻 那你儿子妻呢 就可妻吗 你更不可妻啊 是吧 你懂不懂这个伦理啊 伦常啊 这基本的吧 道德水准 这不就是畜生吗 禽兽吗 对吧 其实我还知道 我知道这种事 我也知道 还在北京也有 就我认识的人里边 中国社科院的一个人啊 现在可能不知道他还活着不活着了 反正应该有八十岁以上了啊 反正他的那个老伴已经去世了 我说的是个男的 这个男的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给强奸了 因为他的老伴呢 原来在一个国营工厂上班 经常上中班吧 还是上夜班 应该是中班 反正下班比较晚 这个人有名的比较骰 骰就是色 啊 结果你说 你你你自己的孩子 是把兔子不吃窝边草 你自己生的你还下手吗 他愣把自己的女儿给玷污了 大概也就是个初中生吧 后来他的女儿都怀孕了 后来又做的手术 又人流之类的 反正结婚了 那个女儿 他们家是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然后这个女儿出嫁之后 反正很多年不太愿意回娘家吧 应该是这样啊 就是我认识的人发生的事 好吧 就说到这吧